股市的消息 台股今天在晶圓双熟回神 尤其台积电股价 再度站上了600人的关卡 带动指数走扬 指数一度来到了 16351点 随着指数走高 同高卖单市数之下 中场指数下跌11点 收在16177点 5日10日跟月线得复失 成交量是3463亿元